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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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塔 转交我让你们从国内带来的礼物啊就就是那个 我的朋友已经在顶楼观光层等待了 记得开箱检查一下礼物是否完好无色 不是吧 并确保交到我的朋友手上顺便替我向他问好 来打开看看吧 好的 可是我们要去吉隆坡塔 吉隆坡塔 你看好多大排档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真正要去品尝的文化 这边很多那些晚上那些热炒 对对对 很好吃 其实它的饮食文化很特殊的 很多融合菜 很多菜是融合在一起的 像这里它有大部分是那个 马来的华裔 是的 所以它吃的跟我们在福建 吃的很多东西是蛮像的 华人口味 然后它还有一大部分是那个 马来语的印度语 它它印度菜也很多 所以也会有融合的 对 到了 到了金铺塔了 刺激来了 刺激刺激 走走走 看到没有 好高啊 有没有觉得很壮观 太高了 这个 这个 是这样 这个就是石龙坡塔 石龙坡塔 石龙坡塔是那个发射塔 双子塔是那两个 就是这个 这个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来开一个大核战吧 好吗 好有金银意义来 好 等一下我先看 看到塔了 好拳啊 这个塔 我们先来拍照 这个好方便 好 让我们往石龙坡塔上前进吧 它是在顶层等我吗 对 大家好 大家好 这边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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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金铺坡塔 在上塔之前呢 人和包包 好 好 过去 我们看 他们还是很严格的 一次一个 对 好 好 你先去 好 你可以先去 好 这是我的 你先去 对 我真的怀疑 他会让我们走出去 不会啦 不会吧 你看 哇 他玻璃啊 风格挑战的高度就是 收拾密码 真的有风格 他真的有风格 这不是风格 这是跳伞 跳伞啊 他跳伞 跳伞 风格跳伞吗 我先走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别走啊 别走啊 好 哇 谢谢 我现在耳朵已经 我好像我爬过 我们已经上到 250米 250米 这么快 我耳朵有一点点那个 对 要吞口水 咽口水 这也太快了吧 快 嗯 我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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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射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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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一下 我听一下 风格 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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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跑 我把你跑 那个在此外 那个门怎么开了 打开了 风格 哈哈哈哈哈哈 风格腿软了 哈哈哈哈 风格他腿软了 真的哦 是 风格真的有点 我真的 真的 真的恐高 我记得 哇 哇 真的漂亮 哇 哇 好漂亮 好漂亮啊 哇 哇 这个又是最新的 哇 这个真的很漂亮 哇 登国聪明 哇 好美啊 在吉隆坡塔 可以看到马来西亚 看到吉隆坡 最漂亮的夜景 好美啊 那个就是那个玻璃 丑哥你去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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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按牌理出牌 我们就要去试一下 哇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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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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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了 真的不行 你们去吧 去给你拍张照 我们拿手机拍张照 快 拍张照 丑哥 别了 你过去我都害怕 够了 够 不要 丑哥表情扣脚的给拍张 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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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反正周爆汗了我 所以我们是要把我们的礼物给谁吗 找ats的朋友 少了他有朋友 vez 啊 哦来了来了来了 喂 吉隆坡的夜景是不是很美 以至于忽略了那份 带来马来西亚的礼物 忽略了那份 带来马来西亚的礼物 忽略了那份 没有忽略 我们刚检查了也没坏 我们再看一眼 不一样了 我们被换了 被掉包了 东西没了 什么时候换了 刚刚在下面的时候 我们换包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换包的时候 被人掉包了 在上塔之前呢 人头包包 必须分开来到体检 就是我们刚刚换包的时候 被人掉包了 等一下 那它一定有什么提示吧 我们的瓷器 剩下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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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接电话 看他 喂 到底要干吗 德华寺和接收礼物的人 都被我们带走了 想要拿回礼物 明天来找我的老板 地点线索 有十个字母组成 就藏在这吉隆坡的夜景灯光中 这个 等等 我们总结一下 他说明天去找他老板 但是这个地点 藏在吉隆坡的夜景里面 灯光里面 十个字母组成的线索答案 如果是规律的话 那就是闪的东西 如果闪的话 那就摩斯玛的那个 我们比较常见的形式呢 就是利用灯光闪烁的频率 以摩斯密码传递信息 现在这个有在闪 他这个也在闪 他到处都在闪啊 那也是 那边也在闪 问题是他到处都在闪 这整座城有这么多灯都在闪 从哪里看才是对的 天哪头疼 想到我都忘记我站在这么高的地方 那个他上面在出字幕了 是不是那个 那栋楼 刚那栋楼又在又在跑字 那个范围太大了 而且灯光都在闪 你怎么去找到 Focus 找到一个点 而且要找到他 又要知道说 他确实是在跟我们讲 就这个点 你看那边那个灯也是那么闪的 那绿色那个 那些好像比较正常的 就这个有点奇怪 左右闪 那个地方闪灯确实是奇怪的 这个很奇怪 对 而且它的光是 像我们这座塔的 目前看得出来 它是有人为干扰的 它的变化是 不规律 不规律而且是人在控制的 其他的都是设定的 那些变化的灯 只有这里 好像就故意给我们看一样 那把它录起来吧 如果左边那个灯代表我 是点右边是线 左边是点 右边是线 我录完了 可以再看一遍 可以 好 开始 线点点点 线点点点是哪一个字 线点点点点是B 然后点线 点线A B BA 前四个是BABA 对 BABA 第五个字是 横点 横点是N N 第六个是 横点横横 横点横 横横Y Y 第七个是 横横书 横横是O 第八个是横点 横点横横 横点N 横点横横 横点横横 刚才出错了 Y 第十个是横横 横横 横横A 不是 爸爸娘惹 去家餐厅 餐厅吗 不是 爸爸娘惹的英文 就是爸爸娘惹 放给他问一下 有一条 不知名的短信 明天早上十点 好 我会用当地礼仪 为各位接风洗尘 为了祝你们一臂之力 我紧急找了两位新朋友 明日会加入你们一起 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回德化石 好吧 那我们就明天去那个 华龙澳大街 然后还有等两位新朋友了 对 对 可能他们手上有线索 好 那反正任务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看夜景吧 好吧 好吧 感受一下人家即将过年的 这个快乐 哦 烟花了 哇 你看真的 那边过年了 这一整区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 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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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有很多 这不是 这不是陈弟隆同学吗 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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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其实还还有一个朋友 那人 还在天上 对 今天应该稍晚会跟大家见面 好 那你想怎么帮我们呢 我带你们回酒店休息 哈哈 哈哈 我就知道 好人啊 走 哈哈 开玩笑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我们就先逛逛嘛 华龙 中国吧 好不好 可以 往这个方向走吧 走走走 这边房子颜色都很很卡通 哈密瓜色 绿色 红色 这边房子颜色都很很卡通 哈密瓜色 绿色 红色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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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 中国 哦 真的 哦 就这里啊 那我们去看一眼 走走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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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餐厅是吗 对 这里是餐厅 你们吃早的 得话吃的对吧 对对对对 是你们偷的吗 我们先进来 对对对 你们还还说对对对 我说是你们偷的吗 他说是对对对 哎 不是 今天老板为你们准备了一座饭菜 这是他的代客之道 今天会以礼相待各位 你们吃饱后就可以见到老板了 哇 好 谢谢 来 请各位入座 随便坐吧 随便 你们中间 来 来 我们我们半点左右好不好 随便坐嘛 两边嘛 两边我们对 那就随便坐吧 不好意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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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站起来 怎么了 刚坐下要站起来 你要干嘛 怎么了 您的行为不符合规矩 我的行为不符合规矩 我还没做好害怕 等等等等等等 来 请各位起身水我来 不符合规矩要跟你走 行为不符合规矩 是不是我们两个位置坐反了 我知道 应该是有一个人没有坐对 可能我们集体要去干嘛 反正 你现在先告诉我们要干嘛 可以请到这里来 我们下一个人 哈啰 哈啰 这是什么 要惩罚的吗 这个是为你们准备的冰块 人吃完过后 你们就可以进去店里面服宴 才可以见到我的老板 你是说把冰块全过 对 记得你们一定要 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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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年纪来 好不好 那我先来 好 这样是不是叫以礼相待 以礼相待 让姐姐先来 弟弟 小弟 这样是对的 对 好 我们吃 吃吧 是 下一盒 好 我们吃 好 可以把这样的快速融化 然后就把水喝掉 这样的方法很好 不如我们加个杯吧 我给你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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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各位吃完了 可以进去里面服宴 但是记得以礼相待 好 我们也希望你们 人儿服人 好不好 好 来 龙高兴进 有请 好 好 如果做位要按照备份 会有很多规矩 因为正常来讲 这里是主位 哦 主位 好 我做了 然后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对 来 三姨 三 哎 哈哈 老四 老五 好 好 对了吧 请吃 吃了 谢谢 来 对了 来 对了 吃了也很重要 我们以前是长辈先动快 对 好 所以一定是我先动快 好 好不好 OK 动快 第一次感受到 当长辈的乐趣 我要是不吃 我看你们怎么样 好 开玩笑 好 那我就动快了 那我就先吃这个吧 好 我动了 要不要先送到嘴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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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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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们的行为 不符合规矩 不符合规矩 是这位 他 好香啊 这顿饭 我们要不要换一道菜试试 哦 换一道菜 先喝 大事先喝 哦 先喝一杯准啊 先干一个 先打一圈 先提一个 来 来 敬各位 欢迎聚一场敬长辈 敬长辈 我还没吃吗 我没吃 我想尝这个蓝色的米饭 没吃过蓝米饭 那为什么是蓝色 蓝花 就是米饭 我看大家吃的差不多了 我去让老板下来吧 这么快 结束了 吃的差不多 我们还刚开始 开始 吃的差不多 这很明显的 没有什么诚意 这刚吃一口 前菜就叫我们差不多了 我去请老板下来 我们吃吧 反正我们最终目的 也要见老板 谢谢 谢谢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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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是不是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好 那你可以叫我老郑 老郑 我也是 爸爸娘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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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也就是说 欢迎你来到这里 男士 女士 男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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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是 男士是 男士 男士 所以大家正在品尝的 这些就是我们典型的 长桌宴 就是妈妈的菜 这个叫做豆拌酱 豆拌酱 豆拌酱 谐音可以是豆拌酱 可是豆的话就是 闽南话 豆 豆 那拌酱的意思就是 长度的意思 所以一般我们宴客 基本上就是 豆拌酱 就是长桌的意思 当然刚才 你们有被罚吧 有 在这里 对 在爸爸娘人话里头的话 也非常讲究 有餐桌礼仪 那一般呢 比较德高望重 那 帮主 帮主 就会坐中正中间 然后呢 二长辈 那就是这位了 按照年龄排斥 是 然后呢 再往这里走下去 刚好耶 刚好 各位 事不相瞒 德华子 是泥头的 的确是在我这儿 哎呀 如果你今天可以完成 爸爸娘人文化的体验 我自然会把德华子的下落告诉你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明朝期间 大概是1368年 一直到1644年 在这段期间呢 他就带了很多的水虫 那有一些人的话呢 就在当地留下来了 所以呢就跟当地的妇女通婚 然后呢就形成了 爸爸娘人文化 所以接下来呢 大家去体验 爸爸娘人文化的发源地 马六甲 同时的话呢 我已经是联系好了一位朋友 在马六甲荷兰广场 等你们 陪同你们的浏览整个马六甲 如果你们可以在晚上七点前 完成这份任务 我还会追加一份神秘大礼 哇哦 为了第二个关卡 要你们先换上 爸爸娘人的服装 哇 服装 是 去换服装吧 好的 来 来来来 你走出了江湖气派 诶 高开来 清清 帮你走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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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人服装呢 是建立在呢 马来服装的基础上 有典型的中国红 还有呢 土耳其的绿 那同时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青纱 配上的沙漏 走起路来呢 就是和那多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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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换下了娘惹 我娘惹不少 好 哦 来来来 我们拍个照啊 来 哦 动作大爷 哦 走喽 去马路加 你啊 我也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們節目有釣過魚嗎 沒有 還沒喔 該釣囉 為了你來 我們決定把你放下去 釣魚 釣魚 把你丟下去 然後釣美人魚 嘭文句... 說的是美人魚 怎麼了 沒有美魚娘嗎 你是... 美魚... 你是美人魚 你是美人魚 沒有釣魚 釣魚是美人魚 到了... 花車啊 花車 好搞笑 看到沒有 好 我們出發吧 看看 我們先去問一下 文靜有興趣的那個花車 看看能不能騎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哈囉 這是我們新朋友吧 這一位 這個傘是什麼回事啊 花車上沒有 穿漢服的 這是誰啊 給我們打招呼 啥意思啊 這個是誰啊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哈囉 歡迎 歡迎捷球 那我們剛剛看捷球 坐在那花車上面 很像那種 冠軍 新美冠軍落出來 歡迎大家來到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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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是最重要的展示的窗口 是 所以呢 今天大家呢 到這邊呢 會體驗這個爸爸娘的文化 好 那麼我會是大家在這個 馬六甲體驗爸爸娘的文化的 這個導遊 謝謝 好 那 事不意思 我們就上 我身後的這個花車 這兩個 這兩個坐花車 對對對 坐花車 好 兩人一輛 我們倆坐一輛 我們倆坐這個 獨角獸吧 風哥 我們倆一起吧 很高興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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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花 出花 感覺又走得很 感覺又走得很 比較快 感覺我們這輛車的 車戶比較辛苦一點 對啊 哇 哇 我們超車了 我超車了 超車了 超車了 你們轉什麼 彩虹小馬 哇 很漂亮耶 這裡 很漂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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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數啊 全部都是啊 對 插身啊 中文字啊 來 這裡 哇 北宋的文官喔 鄭和文化館 對對對 那我們參觀一下 來 參觀一下 就這裡下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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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你好啊 歡迎歡迎 哇 這是博物館 博物館 博物館 文靖一聽到博物館 各位貴賓 鄭和市 1405年到1433年 147年 1405年到1433年 1433 這是他的官場 哦 他貿易的戰 這裡是 也可以補給 也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對 那麼他的船隊 208艘船 哇 208艘 208 600年前 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 鄭和 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船隊 七下西洋 遠赴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 推行經貿和文化交流 鄭和 這位航海史上的先驅 以智慧為多 揚起和平的風帆 締造了世界航海業發展的里程碑 書寫了中國 同其他國家友好交往的 千國家化 兩萬八千個人 他的船在海上 用飛燕的這個陣 就是他的 他船走的時候是有個陣型 嗯 所以你看 他的寶船 在中間 然後旁邊就是他的三座船 所以他保護這個寶船 寶船一共有61艘 哪個是寶船 那個是寶船 世界上最大的船 最大的 來 各位 請看這地圖 這是馬六甲海峽 如果你從歐洲 你要去中國 都要從這邊走 對 最快就這邊 然後在很多小島的地方 就很多海島 海島 然後船渡舊的機會也很高 看馬六甲這邊 空空的沒有什麼海島 所以鎮河來的時候 就在這邊 現了他的官場 那麼鎮河從中國帶來的什麼 來 我們看 是瓷器 對 瓷器 茶葉 藥物 那麼 他從馬六甲 帶來的什麼回去呢 哇 香料 全都是香料 蒜啊 蒜 蒜 胡椒 當時馬六甲是全世界 最大的 香料教育中心 當時這個胡椒 比黃金還貴 哦 這個是什麼呀 你看這就是馬六甲河 當時馬六甲河有84種語言 遊行 他們以物交換 把這些香料帶回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沒錯 其實這裡是我第一次看一個博物館裡面 那麼多不同的人種的形象 對 膚色都不一樣 然後他的情態 他的樣子 其實都是不同種族的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 當時是全世界最大的香料中心 對 84種語言 很厲害 好 大家都參觀 參觀完了這個正和七夏西洋的歷史 是 對吧 那麼正和七夏西洋的這個壯舉呢 當時呢 幫助馬六甲推動了這個經濟的發展 當然他也遺留下很多的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 那麼接下來我們的這個關卡 這個考驗呢 跟中國文化元素呢有關 大家聽好了 待會兒呢我會給大家30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到這個老街區 拍下有認為有這個中國文化元素的照片 我舉個例子吧 比如說一件衣服 如果有中文字在上 那可以算 字是能算 但是衣服不是 如果它是絲綢的衣服的話可以算 那種 對 那個是中國文化元素 我已經列了九大類 這個中國文化元素的這個類別 那麼呢大家只要通過其中的七個 那就算通過了 我們是通力合作 對 那麼30分鐘之後呢 大家到這邊來 好吧 好 那就現在出發吧 好 我就技術開始了 好了 那你們去高的地方看一下 我們找一個高高的地方 往下俯視 我們去那個老街走走 可以 OK 我們去那個旋轉塔塔頂 這是旋轉塔頂嗎 對 旋轉塔 對 我們去高高的地方 GO 出發 走了 走 好 我們就要去機場街 我們就要去機場街 文化啊 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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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籠也是 燈籠 燈籠 這個 爽爆了 爽爆了 龍 龍 龍 對 是的 太多了 中式的美食 蒜籠 對 蒜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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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不起 我拍一個 粽子 我拍了 石獅子也是啊 對 這個是 對聯啊 這是文化啊 妙 妙 妙 是的 蒜籠 他慢慢往上伸的是吧 他真的會轉 會稍微轉一下 哇 酷 哇 哇 那裡耶 那裡 超大片的 馬六甲海峽嗎 嗯 原來只有在地理書上出現的 現在在這兒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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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有一條船 那個船能是嗎 哪有船啊 哎 感覺上耶 怎麼說中國的船嗎 先拍了吧 那邊那個是不是也是中文字啊 白色那個廣告牌 右邊 啊對 什麼大地什麼的 你拍一個 那個那個 那個是什麼 嘿 三星的廣告牌嗎 黑色的 立刻拍下來 拍個全鏡看看 先拍 先拍 差不多齊了 走囉 趕緊去找龍哥 好 正合文化館 來回覆我們的信息了 好 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 好 大家都拍完了照片吧 對 是的 那麼待會兒呢 我將依次地公佈每一個類別 好 那麼大家可以商討了之後呢 我們舉一個 舉一個照片出來給我看 好 好 沒問題 好 那我現在開始了 好 第一種 文字 文字類 比如說書籍啊 字畫啊 那爽爆了可以嗎 字可以 中國字可以 哈哈哈哈 好 就這一個啊 好 中文字可以 算你過關 好 第二個呢 是古丸類 他有講瓷器我們有 瓷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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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 這個就算吧 兩個啦 第三個呢 小吃 粽子 粽子 這個小籠包啊 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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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工藝器有 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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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籠有嗎 有 好 燈籠算 接下來 工具類 算盤 算盤 算盤算的 好 可以 那接下來 有嗎 有有有 龍龍龍 好 可以 現在最後一個了 現在目前 關鍵 關鍵分 現在六個嗎 現在六個 現在是六個 最後一個如果 不通關呢 就有 就有懲罰啦 好不好 然後接 最後一個 真的 献然 山條 有 快 Gracie 服建會館 那是 可以 它上面呢 有閉南風格的這一個物糧 所以算大家过关了 OK 那刚才我有看到 就是有出事这个娘惹池 什么 娘惹池其实就是 八八娘惹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文物 这个物件之一 那么在老街区其实除了娘惹池以外 我们还有这个八八娘惹的这个老宅 那么待会我们会去这个八八娘惹的老宅 了解他们八八娘惹文化的这个习俗 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 好不好 那现在就跟着我前往下一站吧 好 走 谢谢 江老师在里吗 就是这边 叫八八娘惹博物馆 哇 八八娘惹族群就是 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文化 和中华文化的一个融合 所以今天我们会到这边来体验一下 他们的这个习俗 还有他们的文化体验 好 到里头来 哇 哇 好漂亮 好像走到了他们那种南洋的剧里面 待会大家会跟我们的讲解员 了解这个八八娘惹的这个文化 好 你好 你好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马六甲的 这个八八娘惹主物博物馆 我们的博物馆是由1985年开放 本来是那个增加的主物 那它的后裔就把他们的房子 改成一个博物馆 让大家来了解 什么是八八娘惹 所谓的八八娘惹 是早期 从中国的商人移民到马六甲 在这里跟了当地的女性们 同婚了之后 他们的儿女呢 男的就被称为八八 女就被称为娘惹 对 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 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就进去里面看更了解的 这个我们的八八娘惹文化 好 我们去大厅 来 好 谢谢 那这就是我们家的大厅 在古时候 他们只会用来交代贵宾 谈生意 谈婚事 所以你看家具 都是镶着那个珍珠母费 好精致 都是从那个当时中国运过来的 晚清时代的这个家具 我们它的这个地砖呢 是来自英国的地砖 所以有那个中西合并 同时你如果是看的话 整个那个厅的这个摆设呢 有对称的这个 效果 对 对 它都是左右对称 中国式建筑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秀画 那是秀啊 嗯 都是往新时代的秀 哇 天哪 我以为是画的呢 秀上去 对 天哪 颜色保存也挺好的 然后呢 我们看那个内厅 我们叫暗厅 我们的暗厅最主要呢 是女生 因为在古时候呢 娘惹族群比较保守 嗯 所以在未婚的这女生呢 不能随意住去兼客 所以在这里偷看 对 从这里偷看 哦 有个小缝 哦 哎 这是专门偷看的缝 因为以前可能会有人来提亲啊 要谈婚事啊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偷偷看 那我们 这是我们的位置 哈哈 你俩是多想嫁出去啊 这个位置就是感觉看谁都会很帅 哈哈 好 那我们就上楼 这楼梯呢 呃是在我们家里 哦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哇 雕花了 真漂亮 漂亮 这是最早中西结合的房子的盖法 就是有中式的像我们的那种 齐楼的天井的概念 加上西式的这些楼层跟那个雕花 来 我们看新人房 看新人房 对 哦 文静 你看一下你的首饰 真的 哇 这个服装 是婚服吗 婚服 这个是清朝的这个服装 可是呢 是仿了那个明朝的这个服装 头饰啊 就是受了当地的马来影响 这太好看了 这好好看 这个头饰真的 也只有马来西亚 找得到这种设置 对 对 真的很漂亮 就百多年了 是 嗯 哎 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什么 秘密 看这个 这是什么 看后看下面 对 就看那个大门 就好像今天的猫眼 哦 嗯 然后呢 这个桌子的 哦 其实这我们叫做村座 就在那个新人结婚当天呢 就是第一次真实的见面 本来之前是看照片而已 所以他们就会把新郎跟新娘 带到这里吃一顿饭 然后呢 他们也有一个游戏 就是破冰的游戏 就 他们会在这个桌子底下 就看谁踩上谁的脚呢 就表示了他在家里比较永远 地位 对 对 我经常能在黄飞红系列电影中看到 对 这个人家 我吃了饭 然后那顿饭吃完之后 两个人是 是悬得出来的 这么美 尝尝 要尝试吗 我们到前面尝试一下 摆脚啊 来 换上高跟鞋 假设这里有张桌子 大家上面 您带着在吃饭 是看不到脚的 所以它有一个找脚的过程 那得闭着眼睛 吗 因为看不到脚吗 好 那我们闭着眼睛试一下 我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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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能破冰 是吧 文静 你也来破一个冰吧 那我们来 我们来换一个 好 再以温柔一点啊 我们 对对对 我就不踩死你了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个粗鲁点 预备 开始 嗯 就吃个 哦谢谢吃个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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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文心 文心 文婷 文许 文心 文心 新娘 哦 端庄一点 端庄一点 喂 喂 喂 哈哈哈 来 吃饭吃饭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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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美景 要是让我平坚来吧 我终于知道这个游戏的意义就是婚前 如果大家为此而翻脸 就这婚就别结了 暴露真面目 如果能接受这一个呢那就可以结 没有 其实这种呢也就是因为 以前呢男女都是婚前都是没见过面的 对 没见过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增加彼此之间的那种感觉 好 来 我们去那个娘惹娱乐房 娘惹娱乐房 就是 玩踩脚 就是 黄像 黄像 我们再见 娘惹娱乐 你插我呀 你插我呀 好多高点 漂亮 吃的 相信大家已经参观完 爸爸娘惹的文化历史的东西 其实爸爸娘惹呢 跟这个中国中唐文化 有它的相似点 就是他们非常讲究 镜像中轴的对称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考验 也跟对称美学有关系啦 对称考验 追星团两两一组 描述娘惹膏的数量和颜色 若娘惹膏摆放成镜像对称 且正确超过三轮 则是为通过考验 但是提示呢 必须用马来语来给予第一次 因为呢 爸爸娘惹的语言呢 它其实就是马来语和汉语 特别是闽南语 一个融合的语言 所以呢 陆香水族 我会教大家 如何地去说这个马来语 好 那我们先从数字开始好不好 数字一呢叫做 一是三 二呢是二 三呢是三 四呢是二 五呢是五 我已经忘了 六呢是二 七是九 八呢是八 九呢是十九 十呢是十九 我记不住呀 没事 有纸巾吗 还有呢就是颜色 还有颜色 纸巾了 颜色 黄色是姑娘 白色是布底 中色呢我们就是巧克力 红色是Mera 黑色呢是黑丹 绿色呢就是鸡脚 但是别担心 我这边呢会给大家 别担心是你说的 又不是你比 哈哈 我这边会给大家学习一下先 好 放心 放心 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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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拉 拉配 拉 拉 拉 黄色是姑娘 Good morning 姑娘 对对对 姑娘 姑娘 对对对 棕色是什么啦 巧克力嘛 确实对对 八是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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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是因为老板都是发财嘛 八八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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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按这个数字 我们这个技法真的 太野蛮了 任意一组未通过 就必须怕一个人 进行这个惩罚 就是对着外面唱这个小星星 小星星 七神一神亮的星星 漫天都是小星星 我没问题啊 我也没问题 我怕丢脸 就让我来吧 那第一组可以先到这边来 我来打头阵 来 我我我来吧 我怕我忘了 好好好 那我就发一个牌子给你 我们按照牌子来 对的对的对的 对按照牌子 开始 开始 呃 黑 黑酒 黑酒还是黑大 黑大 黑大 OK 好 那你告诉我数量 我刚刚告诉你颜色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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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是姐 马来语 第一个是老板 发生 完了 老板是姐 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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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八是拉板 拉板 拉板 哦 拉板 第二题是那个黑酒 黑酒 好 我这边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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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记得杀杀 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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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题 第三题 什么来着 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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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technically 杀杀 什么 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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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一百 第二轮让小丁跟文静来吧 第一组的这个表现非常好 所以呢第二组呢 就是必须全队 必须全队 不然呢就是到外头唱歌 可以吗 有信心吗 可以的 可以吗 可以啊 这样吧我们如果 就把输了我们一起所有人去唱歌 你也不用这么冲动吧 就是就是暗示我们一定会 来我发牌子了啊 怎么回事 不是选择原色的吗 怎么变成的数字 想想萨贝宁老师 第一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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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萨贝宁 我跟你说 因为萨贝宁老师是被导送到北达的 他学生是第一名 就是萨贝宁 对 所以他肚子里还有财劳 所以叫萨贝宁 第一名 明白 萨贝宁老师没事 萨贝宁老师没事 萨贝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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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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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白色吧 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去哪了呢 他就去老板家了吗 没有去老板家 哦 我知道是 孔开开口咖 孔开开口咖 啊 看快快快咖 我一会儿忘记了数字 咱们就你就说几个音节 我们下边一个孔开 恶恶恶 不是四个音节吗 很快快咖 快快咖 继续用来 很快快咖 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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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那是什么来着 巧克拉 巧克拉 这没办法 不得不说 在节目中到最后 大家的默契 营造一种出神入化 神鬼莫测的一个环境了 我相信观众也没搞清楚 裁判也没那么明白 但是他们摆对了 哈哈哈哈 萨贝宁老师是被保送到北大的 看快快快咖 呃 毒酒 是七毒酒 一百二十七毒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饿吗 对饿了 饿了 饿了吗 很正常 毒啥 哈哈 你毒啥 啥毒 我在了 我在了 姑娘毒啥 老板他唱了一首歌 金公公起苦嘎 哈哈 哈哈 起苦 空 起苦嘎 哈哈 不好意思 刚才开始功名正大起来 哈哈 太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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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对吧 对吧 对的 对的 但是犯规得太严重 我们只是爱聊天 爱我喝也不行 用了太多的外语了 还有其他的无形的提示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到外头唱一下 好 来做一个小惩罚 然后一起收拔 走吧 走吧 老板 老板去喝七毒酒 唱歌 怎么唱 来来来来 为了要感谢我们中马之间的友谊 我们来唱一首歌送给大家 准备了啊 好 好 一闪一闪两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放在天上风光明 好想许多小星星 一闪一闪两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后面的朋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谢谢 山上的朋友 亲亲接手 谢谢 好 这边的朋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好 好 有种演唱会的感觉 好 我们继续进去吧 好 谢谢 谢谢 我一上来说 一闪一闪 那么也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这个考验 这边呢 这老师有托我把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还有视频啊 对 首先 恭喜大家完成了爸爸娘日的文化体验 但要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 抱歉 抱歉 因为我跟你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其实 我就是S的老朋友 S的老朋友 S的老朋友 所以德化词本来就是要交给他的 是 也正是你们要找的德化词接收人 我也就是为了让你们深刻地体验爸爸娘日的文化 这些就是我们典型的长桌宴 那么珍和从中国带来的什么呢 感受华人及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如繁星散落 数百年来发光发亮的过程 才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旅程 早上 我答应过 只要你们按时而且完成了爸爸娘日的文化体验 我要送你们一份神秘大礼 神秘大礼 礼物啊 我已经是包下了一艘船 一艘船 让你们所有的人可以夜游 这条东南亚的十字路口的咽喉要到 好好感受这条世界上 不明的黄金水道的历史变迁 记得带好你的船票 去码头登船 好 谢谢老板 谢谢 这船票 对 这边就是你的船票 好有气氛 谢谢 在经过第一座的大桥的时候呢 记得用手机扫票上的这个二维码 大家会有更好的体验 好 谢谢 出船去咯 走 走 好 出发了 到码头了 这里就是他们刚刚讲的马六甲盒 就是通到马六甲海峡 对 坐船的呀 嗨 斯拉玛达桑 你好 你好 好 谢谢 你能够买了吗 对 你能够买了吗 对 当然 但是这船在哪里 哪里 这船在哪里 这船在哪里 嗨 斯拉玛达桑 你好 你好 好 谢谢 你能够买了吗 对 你能够买了吗 对 当然 但是这船在哪里 这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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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这个船啊 好 好 好 小心 谢谢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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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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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空的 哦 这边是空的 你可以陪你 有点慢 可以 谢谢 谢谢 欢迎来到马六姐 谢谢 好热情啊 谢谢 欢迎各位游客来到美丽的马六甲河 过桥的时候记得扫二维马哦 过桥就扫马 怎么觉得怪怪的 是要付钱吗 这个建筑好 好 好中国啊 好书法 感觉是个纸墨 很江浙一带 对 好浪漫啊 好漂亮 哇真的很特别 仔细看 因为从刚刚开始一直到现在 沿途不同的地方 它的房子的造型结构 建筑风格都不一样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对 有当地的 然后也有一些融合了西方的 然后也有一些是 类似中国传统的 中式的 也有一些是 娘惹这种风格的 对 但是就是融合得很好 不会觉得很突兀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 就你在其他地方也看不到 好漂亮 好舒服啊 谁跟我说这个节目累的 你赶上好时候了 那样第一个桥要到了 来了准备扫马了 我扫了 是一张照片 马又假合 桥 是硬核而生的建筑 相连两岸 但很多时候 桥所连接的 不仅是地域 还可以是不同的社会族群 不同文明 不同时代 桥是穿越一切的极好媒介 恒久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好 又到了又到了又到了 到桥了 马六甲是连接沟通印度洋 与太平洋这条国际水道的天然狼桥 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也令马六甲最后成为海峡一带 众多冒 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也令马六甲最后成为海峡一带 众多冒 这一段我们是不会剪掉的 几百年前 正和舰队中留在马六甲的船员 不仅在此扎根奋斗 也顺着马六甲河一路北上 逐步在马来西亚各地 撒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 那些横跟在马六甲河上的桥梁 有好几座就是华人所建 这些桥梁 不仅是华人在马六甲奋斗时的 最好见证者 同样也是马六甲文化融合的美好象征 感谢各位今天对马六甲文化 爸爸娘惹文化 马来华人文化的真诚探索 马六甲永远欢迎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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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整条这个马六甲河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种文化 在马来西亚融合得非常融洽 这些文化其实就像天空上的这些繁星一样 整个非常完整的融合在这整条这个马六甲河上面 华人真的很团结很努力 他可以做一些贡献 所以就盖了这些桥 帮助大家的交通跟出行 中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 都能够扎根 都能够之间互相互助 然后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民族的特性 像我们中华文化 在这么多文化当中 是一颗非常闪亮的星星 不仅仅在马六甲 在世界各地都会有我们中华文化的足迹 所以我觉得 会有一次小自豪 嗨 我觉得这个游船河的游到现在也差不多了 我们等一下要不要上岸去找个地方做的 好 没问题 走吧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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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好美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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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S WOW ROOTH 要上菜了 这么多 好丰盛 这个你要吃 这个是什么 鱼肉 对 你把它撕开来 你们尝尝 好嫩 很好吃 这个机制你们要吃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夜市大排道 地点的是吗 地点的东西 好吃好吃好吃 那今天我们也体验了所谓的 八八娘惹文化 那我们各自讲一下吧 有没有什么感受 就其实因为我今天在车上的时候 就还跟龙哥他们说 我说我说马六甲海峡 我做梦都想来的一个地方 是因为从小 就是在地理书上面才看到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神秘 离我非常远的地方 然后此刻我现在就坐在这里 吹着这个风 吃着当地的食物 他们并没有让我觉得 世界的文化离我很远 然后我们的文化 也在世界各地都在流淌 就是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今天我们真的去尝试的去体验 就是八八娘惹的整个文化 其实从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地方 其实相对来说 比我们现在都要传统 它都是左右对称 中国式建筑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的 这种文化跟传承是非常的重视的 一方面也是在告诉大家说 虽然离开了家乡了 可是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 好的能量跟好的规矩 是要保留的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保留下这些文化的这些底蕴 让他们会时时刻刻想起家 很多时候文化的东西 它是在生活里面就传递的 你从生活当中 你慢慢慢慢潜移默化 就会告诉你 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好的 这样是让你永远会记得 你的家在哪里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也是我今天这次我感受的 很深刻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看他们一直在放炮是为什么 我的妈呀 因为今天就是他们的新年 今天吗 第一天吗 算是第一天了 我们跟大家一起过年了 我们祝贺所有在现场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追星星的人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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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看吗 希望大家永远都记得 我们在马来西亚快乐的这一段旅程 我是新年快乐 嗨 等等 我那个好朋友又发消息来了 各位 在马来新年到来之际 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不過在馬來西亞過年 也就意味著如潮的人海 和熱鬧中 超險擁堵的交通 為了讓大家更好的 在節日中暢遊馬來西亞 我為各位找了一位本地向導 他是如假包換的 馬來西亞本地通 希望他可以帶大家體驗 更有意思的馬來西亞 他現在發了一個視頻 誰啊 我打開了 哈嘍 大家好 誰啊 哈嘍 大家好 哦 阿牛 馬來西亞通 這次阿牛非常開心 因為能夠擔任追星之旅的向導 那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好玩 很有意思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東西 等待你們去探索 但是這次你們要到哪裡去玩 到哪裡去探索 不是由我決定的 而是由你自己的雙手決定的 雙手決定 沒有 放心 我已經派了我的助手到馬六甲去 他們會幫你們決定 到底你們要到哪裡去玩 到底你們的目的地是哪裡 但無論如何 明天早上八點鐘 我會到酒店接你們 明天見 他會到酒店來接我們 好呀 好呀 早上八點 阿牛哥可以玩兩小時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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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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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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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剛剛在船上 逢橋必介紹的 導遊先生嗎 然後呢 我也是 阿牛向導的助手 哦 然後我今天就給大家帶來了這個小遊戲 你們會通過這個遊戲來決定 你們明天要去的地方 好刺激啊 好棒啊 我跟大家簡單的說一下這個遊戲的規則 好的 我們這個袋子裡面 一共準備了三種顏色的珠子 每種顏色的珠子呢有八顆 然後每個人 有一次把這個珠子抽出來的機會 要抽夠那個12顆珠子 就是數字的排列組合 會對應著下面的地點 啊 就是這樣的遊戲 然後每個人抽一次 看哪個重合度最高 對 是的 是的 非常聰明 我不要窮游 窮游鮮本納 又要窮游啊 有一個選項是窮游 芙蓉休閒游 休閒游 雲頂高原 清新移寶 吉隆坡深度游 美人移島 美人移島呀 對 回家了 山梭古靖 聆聽大汗山 抱走馬六甲 不要啊 抱走馬六甲 不要 把我抱走吧 但是其實大家也不要擔心 不論你們抽到哪個 我們的向導都給你們準備了相應的旅遊路線 好 好 謝謝 祝大家好運 好 謝謝 那我就不客氣了 先打個藥 好 我先抽出六顆了 來 桑紅 兩淺一藍 六四二 是什麼 吉隆坡深度游 好 吉隆坡一票 來 下一位 六四二是吧 六四二 還是吉隆坡深度游 兩票 吉隆坡兩票 下一位 一二三四五六 你來抽我來放 好 五四三 聆聽大汗山 大汗山一票 一切都是命啊 五四三 五四三大汗山再一票 我們就要去爬山了 大汗山 來 洪哥 一聽就會流很多汗 聆聽大汗山 二 四六 二四六 好 六五一 清新移保 移保移保 移保一票 那其實是 大汗山和吉隆坡打停 對還有我沒抽 還有我沒抽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五四 五四三 暴走 大汗山 聆聽大汗山 確定嗎 大汗山 真的嗎 我怎麼看出一種 幸山樂荒的感覺 恭喜 我聽到山字 我有點害怕 我也是啊 我主要對他那個大汗 我有 有一點 我覺得 一聽就覺得要流很多汗的 大汗山 好 我們準備明天早上八點 出發 明天大汗山 出發大汗山 大汗山 有了 到達汗山之前呢 我們先去另外一個地方 那是一個奴場 請你們做一下 我們的動物保育的工作 好 可以 來 出發了 我從從都乾淨了 別再說我慢了 我聽到你們說 是个人 欢迎登陆Z世界 视频合作平台 Bilibili 腾讯视频 爱情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的内容 5月16 和5月19日 来浙江卫视抖音官号参与直播 精选好物宠爱你 5月16日至5月21日 上抖音 左华进商城 参与抖音520好礼记 节目联合微博 开启多种活动 话题内容征集 节目点评 直播等不定时拍送 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 跟追星团一起 探索星空故事 感谢蓝天下官网 首席舆论能互合作 清纳娱乐 清纳新网客户端 百家号 网新闻客户端 中国青年网 中国网 中华网 对